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今天我們來玩這一款老頭呢 昨天下載了新遊戲,這款遊戲叫做 瓦爾哈拉的榮耀 我應該沒有念錯吧 總而言之呢,這款遊戲目前在Steam上面有在發售,而且是昨天剛公佈的新遊戲 然後呢,售價大概200多塊,現在打折有178塊吧,所以說呢 如果你們想玩可以現在就去購買好不好 那這款遊戲呢,是比較屬於有重玩價值的遊戲,跟以薩結合差不多,但是內容應該沒有以薩結合這麼的豐富 好不好,那麼這款遊戲呢,我們來試玩一下 他這個還有分 非永久死亡模式完成任務 危險值更低 永久死亡模式,你找到某些藥水也有惡性作用,我們先玩一下一般的好了 等我們熟悉之後再玩好不好,然後現在這邊居然有四個女神啊,忘了跟各位講 這個遊戲是比較處於在 呃,遊戲的這個背景是在那個北歐神話這個地方 所以說你可能還會看到巴德爾喔,或者是會看到那個雷神索爾之類的 好,這我就不清楚了 好不好 然後呢這個遊戲呢 支援本機連機 本機多人 本機多人的意思就是,他不能連線跟別人一起玩 他只能一台電腦兩個人玩,或四個人玩這樣子 有點可惜啊 好不好,我們稍微選一個冬季女神好了,不管了 他很未真正的力量 還是終於惡魔呢?是挖爾哈拉的祝福,還是無法擺脫的詛咒 仔細觀察 在講啥?看不? 而且他這個遊戲的每一張地圖剛開始好像全部都是隨機的 就跟 就跟一般的那種ROG的那種遊戲類型,其實都大同小異啊 那這個是新手教學 我們來看一下新手教學好了 好,稍微稍微試玩吧 好,一開始呢,是一個女女妹子這樣子 好,這好像是女武神的樣子吧 這個設定好像女武神,然後這裡有滑步 好,使用劍攻擊 一般攻擊 聽那個遊戲 聽那個遊戲製作人講說這個遊戲的打擊感做的算是有到位,是真的假的 我是不清楚啊,總而言之呢,就試試看吧 哇,這那麼亮是怎麼回事啊 什麼 按A 然後呢 連打 啊 啊可以變桶子啊,變桶子能幹嘛 Hello 變桶子能幹嘛 為什麼我會變成桶子呢 用桶子去攻擊敵人 還可以離開這樣 使用英靈殿的英雄來完成任務 這個 哦 哦 我變身了 原來我是一個靈魂,我要附身在他們英靈殿上面,然後超過操作這些 北歐神話的人是不是,這巴德爾是不是,還蠻像的 然後我還可以這樣離開有沒有 哇,每一個都不一樣哦 這個的話 這個有有盾牌 來 哦,這個是這個是檔 有有盾檔好像比較好一點是不是,沒關係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都摸看看 看你,看你喜歡哪一個 任君挑選,然後這是個女生啊 哈哈哈哈 有 嗯 這是格檔 哇,就一般射箭,我還是拿雙斧頭好了 我比較習慣這個 啊 啊哈哈哈哈 雙刀就是厲害 感覺好像歐拉夫哦 好,不管了 這毛 這是什麼東西 按下RB 嗯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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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丁的祝福 哦,這跳起來哦 戴頭盔哦 哇 啊,只能放一次而已哦 帶上奧丁的祝福會使為經人移 成為偉大的 啊 哈哈 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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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去會失去靈魂 啊就我剛用過了 啊 要離開才行啊 女武神也會被劍殺死 女武神 不會永生 小心 我要選這個 哇哈哈哈哈 我可以把樹叢給砍掉這遊戲 寂寞哭哦 有這麼多隻可以選擇這樣子 他們這樣子墓碑都隨便蓋的就對了啦 啊 墓碑都隨便蓋的不會怎樣是吧 矮人戰士 他好綠啊 怎麼這麼綠 哈哈哈哈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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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捏 哇 好爽哦 快點快點 多吃一點 哦 好多好多好多 又一個新手教學啦 好不好 我們贏了 然後還升級了 OK 新手教學結束 我們可以開始進入正題了 然後他馬上就給幾個墓碑要你變 哦 愛心 愛心到底是怎麼作用 補血的作用 路上怎麼那麼多同樣的墓碑啊 矮人長矛 去死吧 嫩 嫩 哇 三連殺 Triple kill 登登登登登登登 然後那個閃避的時候啊 會扣你的力力氣力值 矮人陷阱製造者 哇 被夾到了 我靠 夾一下那麼痛 哎 我要死了哎 歐買尬 我在那邊弄一次我就要往生了 Noo 死掉了 死掉可以再復嗎 歐買尬 再來 他可以無限的 無限的使用哎 脫離之後呢 又可以再讓他復活一次 好好笑哦 哎 我想用這個 來 變身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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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啊啊 哦呦夾住超痛 難怪要給你這麼多墓碑 看我又死了 我可以附身在他們身上嗎 哇 變了樹叢 哇 變成樹叢可以在裡面 拉出一堆補血是不是 這什麼設定啊 不是很懂 但是好像很強 我還可以變成陷阱 哈哈哈哈 我剛剛的三角形是什麼東西 自我毀滅嗎 有沒有那種高級一點的變身祭壇啊 比如說變成洛基啊 之類的有沒有 好像沒有這樣子 不管了 卡 卡 嘿 嘿 嫩 嘿 嘿 嘿 讓你們頭顱飛高高 有沒有boss之類的啊 他這個 前面全部都是都是小綠人呢 還有一個夜夜什麼 我燃燒時間注意腳底下 為什麼他們會燃燒 他們是憤怒嗎 旋轉跳煙 我比 遮眼 我想換一隻了 我比較喜歡雙斧啊 歐拉夫 雙斧感覺比較猛 嫩 不知 結束 一二三 哦 他這個搭配 不同的 連技段數 搭配你的這個三角形 會有不同的連擊招式啊 有的是頭錘啊 有的是雙斧向前批之類的 啊 我我等級又提升了 哇 加這麼多 呃 我們正在被召喚 我得去找我那些瓦爾基里姐妹們 啊 我有勇氣迎來的攻擊才能讓你有資格擁有名字 去證明你的價值吧 他是誰啊 哇 我升級了我可以幹嘛 他這升級了 按叉叉 進入升級畫面 哇塞 符文內 當你擊殺一名敵人時 所有其他敵人將音樂一段時間 首選 這什麼啊 符文版上首選 首個選擇會增加額外5的 對應屬性 加50 以解鎖技能生命點2 讓你更喜歡直觀的數字時 選擇他 加50生命 額外造成20的傷害 當你擊殺一名敵人時 我們符文有7點啊 哦 還有被動器啊 我的天啊 那先選攻擊力啊 這還用縮 好 這個也先學一下 阿符文只能帶一個就對了 然後後面的 後面的可以慢慢升就對了 好 我就是用移動格子的方式 我剛剛移動可以 符文 剛剛符文是7 我是可以移動7格 現在剩下4格了 我想要都提升攻擊力為主 嗯 精神力是那個 我們那個人物血條上面那個氣力值吧 我想 要走哪條勒 走這條 這邊比較多的防禦可以讓你撿 好 繼續 隨便亂點了 來 再打一關看看好了 這個遊戲有劇情 哦 這頭盔真酷啊 哪裡弄來的啊 我也不知道 我有點醒來就在這 這是什麼鬼 我擠啊 那你應該知道 圍禁人頭盔沒有腳 不是嗎 哦哦哦哦 哎為什麼把殺了 What 這是什麼情形 他們不是朋友嗎 朋友為什麼要互相傷害 勒 哪裡 勒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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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3 噢噢! 噢 攻擊有高到喔 有誒現在三刀一隻誒 Oh my god 齁啊啊呃 嫩 來臉強一點好不好 我都快睡著了阿 我獲得了成就 三連殺 追波 我剛剛我的頭一撞耶 那個技能那個技能有讓我的攻擊力提升 至少多個10點傷害啊 別跑啊跑什麼 你是假裝沒看到我是不是 那 哇 不過很可惜的是他的這個人敵人死亡的這個 屍塊效果只有頭斷掉而已沒有其他不會斷掉 可惜了 好能多多做個三四種死亡方式其實也是不錯選擇啊 造成傷害越多你收到傷害越多 憤怒時間 小裸裸 到底哪時候打王啊 我頭盔子不斷的變了 跟會 我接受了 搖 遍 揮哩 要全部檢完是不是可能的事情阿 所有狀態 會使出中毒傷害這樣子 維京人再收到治療時 先學這個好了 感覺蠻屌的 攻擊防禦為主 血量我覺得倒還好 我攻擊越高了耶 這什麼恐龍蛋 恐龍蛋的幹嘛 不在 薄了 憤怒時間 啊 別 哇 這邊路好窄哦 水哦 這個聲音 酥脆 我被炸到了 我被炸到了 快死了 NO 我的維京人 再復活一次 變小隻的維京人 拉 吸收能力全部消失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快死了 沒塞 啊 打不贏 這隻有點強啊 我被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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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被炸到死了 我被炸到死了啊 來啊 硬A拉 誰不叫快死呢 我覺得我會死 先復活再說 啊 啊 啊 難打要命啊 我天啊 我覺得是因為我剛死掉啊 如果剛剛沒有死掉的話 這攻擊力 基礎攻擊力應該是 不難打我覺得 可惜了 好 走這邊了 打王了嗎 是你啊 英娃爾首領 我的指名也都被關起來了 他被抓了 幫我搞定這頭巨魔 我終於要打boss了 哇 這東西可真夠大 簡直像吃撐了一樣 我可以先救他嗎 還可以救他 出發 哇 又有夥伴了 哈哈 哇 大 大隻老啊 先救他 先救他們多救一點 幫忙砍才是正邪 等一下我死掉了 我可以附身在他身上 oh my god 哇 又死了又死了 我看他怎麼打 哈哈哈哈 我剛才死一堆人 哦 慢慢嚕是嚕得死啊 時間找你的問題 別 欸 哈哈哈哈 節奏抓對了 其實不難打欸 說真的 有沒有 他踏的那一瞬間啊 你就他媽的 閃避一下就好了 可以把他玩到死 可以把他玩到死 啊 沒有玩 沒有錄到 我跳跳跳 我跳跳跳 呢 超級大巨人掛了 哦 快捷 勝利 比特利 哦 好玩好玩 個人覺得不錯 連手套都掉了 讓我們找點強的巨魔 雜魚們來 呃 增強自己是不是 好 鋼鐵四足 五 部落 為了家園 而戰的商販和農民們 他們渴望和平 他們信仰奧丁 他們的耐力回復更為出眾 狂戰士 我現在是鋼鐵的啊 啊有差嗎 哦 解鎖需要用的這個啊 可是他不夠啊 要怎麼 要怎麼知道 我夠不夠啊 上面也沒解 也沒講要多少個 對啊 這個部落我沒看過 你說真的 到面好像就是有這些民族可以使用 會多些新的技能吧 好像是的樣子 超酷的 升級一下好了 好 擊殺一名會獲得 防禦球 就防禦球不錯 我有閃電 哦 會有閃電P級的這麼猛啊 學了學了 讚讚讚 nice 好吧我覺得今天四環線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我覺得覺得其實玩到後面內容會越來越豐富啊 前面會 前面個人 我覺得會稍微 過於平淡 作業感會非常的重 但是到後面 劇情走向 以及你現在有部落了嗎 可以去解鎖一些其他的新角色 可能會讓這個遊戲更豐富也說不定 好吧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左下角角訂閱 右下角角喜歡 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有機會再玩這款遊戲吧 掰掰